坦克内部没有厕所,在战时,坦克兵想上厕所该怎么办呢? 我们都知道坦克在战场上有注入战之王的美称,甚至连特种兵在面对敌人坦克的时候都只能留之大吉。 但是,大家有没有人好奇一件事情呢?就是作为坦克操作人员在战时万一内急的时候,想上厕所,该怎么办呢?和平时不一样的,战时总不可能出来找个地方拉完然后再回来驾驶坦克吧。 毕竟在战时离开了坦克的坦克兵就如同一只带宰的羔羊没什么两样,而且再加上坦克内部的空间是十分狭小的,不仅要满足三到五人左右的坦克兵活动的空间,还要拿出一定的空间来存放荡药以及其他的设备,因此坦克内部是没有多余的地方的安放厕所的。 其实,在坦克内部上厕所,坦克兵绝对都有办法的。 就比如在坦克底盘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闸门,这个闸门是为了在战时一旦坦克被击了,坦克兵可以通过这个闸门逃生。 没错,如果坦克兵想上厕所的话,这个逃生闸门也是可以利用起来的,把门打开,然后蹲在那里上厕所。 当然,俄罗斯坦克兵的做法也是可以学习的,他们就地取材,将坦克炮弹壳给捡回来,想上厕所的时候,蹲在炮弹壳里面上就可以了。 在炮完之后,将炮弹壳直接扔出来就行了,毕竟放在坦克内部的话,那味道绝对不是很好受的。 虽然这种方法有点粗暴,但是这也不适是一种方法。 其实,还有一种方法,就是带一个桶和铲子,然后在里面装一下猫砂。 坦克兵想上厕所的时候,直接蹲在这个桶里面上就行了,上完之后用铲子将猫砂盖在粪便上面即可, 这样可以有效地阻止粪便的气味在坦克内部流通,从而整个坦克内部搞得乌烟瘴气。 总的来说,在战时上厕所的方面还有很多的,只有你想不到,没有坦克兵的姿势。 当然,我个人觉得在战时坦克兵可能没心思去股这些,毕竟人在高度紧张的时候,是没有什么心情顾其他的。 在敌我交战十分紧张的时候,你突然上厕所了,这时候恐怕使宁愿拉在裤裆里面也总好过被敌人干掉墙吧。 而让整个坦克兵良迹录下场 这孩子发念 Post i